人愛鄉高山茶王比賽 進入繳茶作業 茶農陸續將準備參賽的茶送到農會 雖然工作人員忙得不可開交 不過還是讓人民先感覺 今年繳茶的熱度 比起去年似乎有些冷清 今年預計在我們 參加我們農會的比賽裡面來講 大概會比去年的冬茶裡面來講 大概它的點數 大概會減少將近快四分之一的點數 去年冬茶參賽劍術 創下人愛鄉農會冬茶比賽史上新高 達到一千兩百多件 今年總共才八百四十件 足足減少四分之一 不過這並非茶農參賽意願降低 主要是說到今年入秋以後 氣候普遍偏暖 降雨也少 因此造成人愛鄉高山冬茶產量 略減將近五成 生長的時候以下太多 然後後面就雨太少 太少 熱了 太熱 沒有下雨 後面就沒有下雨了 這樣影響多少 影響很多 這樣有的就影響到一半也有 影響到長不出來 而且今年的味道香氣不夠 茶葉生長期雨水太多 冬茶發芽期反而又不下雨 加上今年入秋以來氣溫一直維持在30度以上 天氣太熱也讓高山茶失去應有的清香滋味 因此農會也預期 今年冬茶收成數量減少 不僅茶農收入受到影響 也會影響到市場供需失調 可能會有無茶可賣的問題 記者No 南投仁愛 採訪報導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